新疆暴动后第四天 乌鲁木齐气氛仍然紧张 上千名武警贺枪实弹进驻 而市区的网络还有国际电话依然不通 而街头不时出现了汉族和围族之间的口角 一卡车一卡车的武警源源不绝 看不见镜头 全副武装不止头盔盾牌 还配备木棍步枪十字弓 加上天空直升机来回盘旋 气氛紧张到最高点 新疆的人民路很类似台湾的凯达格兰大道 因此高度的敏感 几次群众冲突就是在这里发生 附近部署重兵超过上千人 武警团团包围敏感地区 部分道路完全封锁 附近商家拉下铁门上锁 网络国际电话依然不通 民众气氛生活全被打乱 我们对这个是很愤慨的 平常我们和少数民族经常和他们去玩 和他们去他们吃饭 人家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 并没有说你们是汉族别人来我们上千 没有说是在哪个地方 你分来我分来就没有 才说汉伪两族和睦共处 旁边就很暴冲 二三百个人不代表全新疆人对不对 觉不觉得很不安全 是啊 很不安全 我们今天城都通常了 来来来来 把人去散 去散 去散 人去散 围城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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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武警立刻介入 驱散人潮 但另一头 老单的围族青年被追着跑 人潮越来越多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武警开道护送 汉族与围族因为这场暴动 产生的裂痕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弥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与洛梅 新疆乌鲁木齐 蔡华道